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4月15日 星期四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最近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可以说感觉不太稳定 比如说A股最近白马股动不动就闪崩 再比如说呈现出指数级别增长的比特币 今天借着Coinbase上市 这两天也是爆拉 但是今天盘中也是一度暴跌3000多美元 而美股也在加速的赶顶 今天尾盘也是大幅度的跳水 可以说都是非常典型的拉高出货来注定的一个架势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主要和大家聊一下比特币这样一个话题 同时聊一下全球的金融市场 那么主要聊一下中国政府在比特币上正在下的一盘大棋局 就在今天比特币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达到了接近6.5万左右的高位 很多人其实一直都想知道 比特币为什么会能不断的上涨 首先是因为全球的信用货币都是在大量的超发 通过大放水的方式在挽救债务 在吸食大家的财富 典型的就是美元大银钞放水 人民币大银钞放水 一年的时间底下 美联储就扩表达到了40%以上 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是达到了美国GDP的128%左右 大宗商品等价格也是飞涨 通货膨胀也是愈演愈烈 大家都知道持有信用货币这种东西 它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财富 反而会让自己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少 这就是大家在抛弃信用货币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管你是持有美元人民币欧元英镑 基本上只要你持有现金 在很长的时间轨道里面来说 都是在贬值的 只是这些信用货币的有的贬值的更厉害 有的贬值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钱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衡量你财富的一个水平 衡量你对这个世界拥有的信用的一个东西 如果有这么一个卑劣的窃贼 每天都在偷走你的财富 每天都在降低你对这个世界的信用 让你的财富受损失 你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可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 都是在通过不断的发行信用货币 就是每天都在干着窃贼的一个勾当 就算是被认为纸币中信用比较好的美元和英镑 虽然他们穿越了百年 但是用黄金来衡量美元价值的话 就算是被认为纸币中信用最好的美元英镑 虽然他们穿越了上百年 但是可以说用黄金来衡量美元价值的话 现在比百年前也就是下降了90%多 就是美元贬值了90%多 用黄金来作为衡量的尺度的话 典型的可以说就是打劫财富的一个工具 信用货币 那么出于对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信任 全世界有相当一部分人 特别是像委内瑞拉 伊朗 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这些国家基本上很多都是反美的 那么因为本国的货币太不靠谱了 所以他们更愿意拿着美元现金 认为这是保护财富的一个最佳方式 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也有很多人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元现金 他们认为美元现金 至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货币 那么不要说普通人 就连世界各国的央行 那些最顶级的金融精英和决策者们 他们虽然不至于傻傻的说 拿着美元现金等着贬值 但他们会拿美元现金来购买美国的国债 获得无风险的收益 个别特别精明的投行 比如说像瑞士的央行 挪威外贯局 他们会买一些美元的股票 毕竟美国国债每年都有收益 那么看起来可以说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办法 大家的选择看起来都很聪明 可惜的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投资还是人生 在短期内看起来最聪明 最舒服的选择 长期来看通常都是最糟糕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样持有的成本非常之高 从一个社会上 钱它的总量的变化来看 当中央银行的印钞 推动货币总量以指数级别的方式增长的时候 那么你持有的现金 它的年度成本 就是每年的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增速 比如说从当今世界货币美元来看 在2008年的时候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大约只有9000亿美元了 那个时候只有9000亿 但是现在是多少 接近8万亿了 基本上翻了七八倍 八九倍对不对 如果你始终持有美元现金 从08年持有到现在 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财富 在美元计价的所有财富中的占比 缩税了88% 所以按照13年的复合增长率散下来的话 每年你持有成本大约就是18% 也就是说过去13年 从财富的占比上考虑 持有美元现金 你的财富每年都会缩税18% 要我说呀 这样的货币不仅是垃圾 而且是看起来无害 但是其实带有放射性的有毒的垃圾 就算从广义的货币量来看 从2008年初到现在 美元广义的货币M2 从7.5万亿 也到了现在的19.7万亿了 对不对 这样计算下来的话 美元现金每年的持有成本 也在平均7%到8%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 就是过去13年来 持有美元现金最低的 隐性的持有成本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绝大多数人的眼里 美元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货币了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美金 说到值钱的东西 都是想到美元 拿美元肯定没问题的 可以传给后代 美元尚且贬值的速度这么快 那么其他国家的纸币 就更加不用说了 有人可能就会说 美元是可以生息的 可以买入美国的国债 获得无风险的收益率 相比之下 如果拿着比特币 你只能拿在手里 根本没有收益 这就是美元的优势 有人可能会有这种观点 确实美元可以买入美国的国债 可以获取收益 从2011年到现在这10年来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平均值也只有2.4%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2008年迄今 美元的价值 按照最好的情况来考虑 实际上平均每年是贬值7.7% 看似你现在有2.4%的无风险收益率 你说买国债 对不对 所以你对冲下来 本质上你每年还有负5.5%多的负收益率 相比之下 比特币在2011年的时候 正经历它第一轮流市 当时最高价格只有30美元 而最低价格跌到了1美元 相比今天的价格 以美元来计价的话 可以说涨了2000到6万倍 其实如果你愿意把比特币借出去 比特币同样可以升息 比特币的加密货币行业 有很多做借贷的机构 就看你愿不愿意借出去 当然这个也是有风险的 借出去能升息的一个前提是 预计未来会有人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 来接盘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 比特币它升息 说它能升息应该不是太准确的 那些极其不负责任的央行和政府 居然拿着信用货币的把戏 一次又一次可以说玩弄于前世界的民众 与股掌之间 那么这才是民众选择比特币 等加密货币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大家的一种反抗的手段 是一种革命 因为比特币数量它是有限的 只有总共只有2100万枚 你不能无限量的印刷像纸币一样 那么这是美元大放水下 比特币风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比特币它是方便存储转移 可以无限量的分割 这点可以说比黄金强很多 所以比特币替代了黄金的部分功能 目前比特币不管是在替代黄金的价值存储 还是替代美元的货币交易上 都在快速的取得进步 并且获得了世界越来越多的主流金融机构的一个认可 比如说PayPal上就可以购买 对不对 万事达还有特斯拉可以购买汽车 而且很多也是纷纷开设比特币的交易品种 Coinbase上市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 我这么说了并不认为比特币就是完美无缺的 毕竟比特币的波动性它还很大 要实现替代货币交易的功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比特币挑战的它是美元的功能 比特币其实确实是太出众了 它跟政府和央行作对一定会被枪打出头掉 黄金多年以前其实有过前车之鉴 只不过现在黄金是一直在下跌 已经不是热点 其实各大大宗商品涨的一点都不少 都是闷声发大财 政府它也不可能所有的都去干预 特别是美国政府美联储 对不对 但是比特币就很可能会干预了 因为它对美元的地位构成了一种威胁 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部长耶伦 其实多次讲话都说要加强对比特币的一个监管 前几天高盛的高层也是透露 说美国政府将会对比特币严厉的监管 而高盛的高管前段时间也说 美联储正在制定类似的计划 可以说比特币它之所以能到今天这一步 是因为它的体量还是有限的 也就是一万多亿美元的池子 还不能挑战美元的地位 那么一旦比特币的容量和影响力足够大的话 跨国洗钱如果是更加疯狂的话 那么美联储以及世界央行打压比特币 可以说是迟早的事情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而这就是比特币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挫折 看它能不能挺得过去 当然还有技术的进步 破解比特币的可能性 这都是后话 所以目前就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了比特币是数字黄金 是未来替代世界法币的超主权国家货币 年内会涨到十万美元 两年之内会涨到四十万美元 将比特币也可以说是吹上了天 奉入了神命 还有一种就是认为比特币就是垃圾 一文钱不值 是郁金香 这个泡沫迟早会破灭 它的价值会归零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比较极端 前者他没有看到目前比特币的过度的投机和巨大的波动性 没有看到比特币被各国的央行打压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一个风险 而后者他们也看到比特币的稀缺性 没有看到比特币真正的价值 这就是全世界对比特币的一个共识 共识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价值 也没有看到目前世界央行滥发紫币的危害 让人是非常反感的 这才又来比特币的非常火爆的走势 对不对 当然比特币确实有价值 这点是不假的 本来是可以长期投资的一个很好的非负债资产 确实比特币如果是走稳健的话 长期投资的话是非常好的 可惜这一波一波的投机太凶猛了 特别是这一波投机 基本上被玩坏了 大幅度的回调也是必然的 现在很多人投机比特币 就是预见未来会有人以更高的价格来买入比特币 这样一个前提 形成了一种网络效应 不断的推高比特币的价格 指数级别的上涨 那么比特币的上涨可以说是对正确投机的奖赏 目前来看是这样 至于比特币它替代黄金 抵御通胀 挤兑央行 世界大同 那么这些高大上的口号 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装点门面 但是也不能太认真 至少短期之内 这些目标都还是无法实现的 纯粹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了 比特币目前是处于2020年以来 这个趋势的下限的附近 但是已经超过了2014年以来 每年翻倍的长期趋势的上限 近期大幅调整的概念是很大的 但如果长期的趋势不变 2022年底可能会到10万美元 但是绝大多数比特币的投机者 可以说根本就等不及 根本就没有那个耐心 这本身就是波动的一个来源 比特币波动比较大 就是因为它上涨的幅度太大 对不对 每个人获得了自己满意的收益率 基本上就套现出去了 从微观上来说 比特币最近也是走出了 经典的指数上涨的一个曲线 必须要超指数的资金来推动 那么一旦这个资金达不到超指数级别的 哪怕只是指数级别的基金 比特币都可能会掉下来的 这就是一场金融风暴 也可能会带崩美股 其实这种担忧的 华尔街很多大腕都有这种想法 现在比特币投机的情绪 可以说跟2015年的A股投资者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现在哪个还记得当年的口号了 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 对不对 这是新华社喊出来 现在说6万美元是比特币的起点 确实这些口号都很激动人心 但是本质上都是投机 你现在的比特币 如果你进去的话 你就不是投资了 就是投机 除了比特币自身的问题之外 可以说世界上试图操纵比特币的国家力量 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风险 前几天 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就表示 他说 中国不喜欢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 因为这给了美国巨大的优势 如石油供应链方面等等 但是中国也不希望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因为这样就要开放资本账户的 所以欧元可以看作中国对付美元的武器 但过去这些年是不太成功的 同样的道理比特币已是中国的武器 比特币威胁法币 但尤其威胁美元的地位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中国做多比特币 美国应该引起重视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确实了中国其实是不希望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 因为那样就要全面开放你的金融管制 全面资本自由流动 还可能出现大量的贸易和投资的立场 别的不说中国房地产的价值是65万亿美元 是每股市值的两倍 币圈对他的讲话可以说都是非常气愤的 确实任何一种新生事物 如果是世界最有权势的大国的根本性的威胁 那么就很威胁了 就像比特币威胁到美元 以前有人私下这么认为 但是由这个名人在公开场所这样点出来 可以说就点破了这层窗户纸 中国占比特币的算力占了压倒性的多数 这个事实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将会知道 中国大约占了比特币算力的60% 全球算力的60% 中国一直是比特币发展的最大的推动力量和重大的持有者 中国民间是大量的持有比特币的 当然政府持有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 用比特币挑战美元 可以说比人民币国际化是更容易的 比特币自诞生以来不管是储备还是交易 它的准世界货币的属性现在是越来越明显了 对美元和黄金都是重大的威胁 那么一旦比特币被中国掌握 可以说就不用脑神费力搞什么人民币国际化了 因为比特币已经国际化了 但有朋友可能就说 中国就算大量的持有比特币 也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私企业主持有的 对不对 不是你政府持有的 其实这点也很简单 只要再搞一次公私合营 搞一次充公就可以了 其实这对于中共政府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都是驾禽救赎的 太简单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接待收听 再见